這個合作有很多的可能性 那東融教會真的投入很多 我自己在那邊待過 我知道到現在都還是一樣 那也真的希望說 我們在教會附近 在大學附近的教會 如果有這樣的看見 可以互相交流 這個不同的模式的可能性 接下來是我們邀請這個 那個啟運 余啟運牧師 他還要來談這個 中會部會的校園合作模式 就是說在這個宣教模式 中會跟這個學校 跟長青團體這個合作的模式 各位牧長 大家平安 來 我現在就來介紹我們的事工 或者是我們的方向 不過我也要先澄清 我所講的只有嘉義中會的模式 因為我跟全台灣的模式 完全都不一樣 等一下當我繼續分享 我想我們的牧長就會知道說 為什麼我會講這句話 第一個我們一起來思考說 大專跟教會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是同工關係 就是說我們是一個合作輔導的關係 還是說 變成 大專的學生都要來服侍教會 有些牧者會覺得說 你們都沒有來我們教會 我們為什麼要關心大專學生事工 因為他覺得 我們教會都沒有你們大專學生 那我們可以不用關心 但事實上 有時候 我們的大學生 他可能是個初心者 他甚至可能沒有去過教會 只是因為他來到學校之後 他的朋友 他的同學跟他講 教會不錯 團體不錯 你來試看看 所以他就來了 所以你要求他 一下子就可以帶主日學 聖歌對 詩琴 我要很誠實的講 抱歉他沒辦法 因為他根本 不知道那是什麼 甚至有時候我們 在教會會有 那種經習慣 我們有一年 有一個團體在教會做服事 我負責做講道 那請我們的學生做私會 做報告 他報告完之後 我們台下的會友們 感覺非常快樂 因為他的台語非常的可愛 他就覺得 這些長輩們就覺得 好像他的孫啊 因為台語非常不標準 但是牧師他有澄清 因為牧師說 我們已經很認真教他了 他從禮拜一開始 每天去牧師館 學習怎麼做報告 但是禮拜天 他的台語還是非常的可愛 因為他不習慣這個語言 所以我想要是說我們對 我們認為當初學生是個服事者 就是來教會就來幫忙的 還是說我們可以犯個方向 我們也是幫助這些學生們一起成長 就變成一種合作關係 有些教會是一個很棒的教會 他成為團體的幫助者 需要用車 牧師或是會也會一起開車 帶學生們出去走走 教會學生們需要一個分享的空間 有些時間很早 早上六點 因為有一陣子學生很火熱說 牧師我們想要在教會城裡找到 但是他不知道牧師可能六點 對他來講有點困難 因為他們很火熱 所以牧師說 好 我前一天鑰匙給你們的會長 牧師開放他的空間 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是一個合作關係 一個接納 一個開放 當然我知道這樣的模式 牧師事實上是最累的 因為很多會員會問 就像剛才我們的一例學長所講的 這個學生聚會後都沒有關電燈啊 這陣子電費很貴啊 牧師他們傳氣是不是每天都在教會啊 就有很多聲音 但是當如果我們的教會牧者們 他們願意成為 他說是個合作關係 一個接納 我想那是一個新的開始 還是說開始相似 年輕人有很多想法 但是很多想法 對已經在教會習慣的牧者們 或者是長子們 他們會覺得 怪怪的 我只怪怪的就是說 可能我們很多教會有些傳統 例如說可能 講座要移一下 可能需要先跟牧師講 或是有些東西要擺設 要重新整理一下 要先跟牧師講 但是 我們的學生就很單純 我們今天就是這樣的場地需要使用 他可能還沒有先講 他就先去把這些場地 覺得我們等一下聚會的活動成立怎麼做最好 那可能就造成一些排斥 因為牧師看到了可能OK 但是可能長子就很緊張 牧師誰答應的 這個地方為什麼變成這樣子 但他可能如果他繼續留下來 他會發現 只是在這個時間點裡面 因為我們使用了 但是會後 整個活動之後 我們還是會把它排好了 我們不會說 欸好解散就結束了 事實上我們是會把它整理好 但是有時候我們的 教會會覺得 有些東西是不能動的 但是我滿期待我們的牧長們 當你的教會附近 或者是你的大學生 回到你們的母會 拜託給他一些空間 因為他事實上是在學習的過程 甚至有時候他在尋找 我可以做些什麼 所以他當然會有很多新的想法 但是有可能跟我們教會 某一些觀點不太一致 那期待我們給他一個機會試看看 因為他想法一定不太一樣 年輕人總是有很多想法 但是可能有時候我們會覺得 一定要這麼做嗎 但是給他們空間試看看 我相信會有很多 我們會感謝上帝 因為在這裡面 他給了很多的很新的改變 包括他在帶主日學的時候 還是說帶學生 我們出去走走 晚上夜遊 在我們甚至常常在想說 我們有一些綜藝節目 十字入口 Running Man 韓國的一個綜藝節目 簡單來講就是一個桌米廠 但是它是一個大型的桌米廠 帶小朋友去玩 帶主日學生去玩 帶大學生去玩 事實上是一個新的開始 在活動裡面認識了很多新的想法 那觀念可能不太一樣 因為年輕人總是會有很多 而且我們年輕一代的 是個網路族群 但事實上從網路上 可以找到很多很多不一樣的想法 那身為一個教會的童工 我想我們只要他跟生命沒有關係 我指的說不會影響他 讓他冒險一下下也好 只要他是安全的 給他一個機會試看看 或許我們可以改變這些年輕人的想法 事實上我也要承認 有時候我有何的想法也會被改變 有一年團企說我們出去玩 那我們要坐在一個橋做垂降 從橋垂降下來 橋跟河邊大概有30公尺 體驗教育的老師很認真的跟大家講 沒問題安全的 但是大家都害怕 後來我想一想 五四個輔導 我就很誠實的跟體驗教育的教練講說 教練我的體重是多重 很誠實的跟他講 那老師說 欸牧師你沒有問題 你學隊可以 當我垂降下來之後 我們全部的大專生 全部都一起垂降下來 因為他們發現這是安全的 剛開始他們都很緊張 這條繩子看起來不太保險 他們不是不敢嘗試 但是他會害怕 但是我們給了他一個空間試看看 所以當我垂降完成之後 接下來比較多 除了身體不方便以外 全部都一樣 都到河裡面開始游泳 因為他們發現那是安全 所以期待我們教會的牧長們 也可以給他這樣的空間 觀念雖然不一樣 但是如果沒有生命危險 給他試看看 雖然或許我們回來 我們會收到長子們的疑 的詢問 欸牧師他們怎麼做這件事 這樣好嗎 但是我也只是覺得 給他們試看看 總是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新的成長 那有時候我們牧師 牧長跟工作者 我們也要想一想 我們 我要相信 也承認是 我們兩個角色是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的想法不一樣是合理的 只是說 我們可不可以多一些傾聽 讓我們的工作者 或是讓我們可以更了解牧者的想法 我們是個同工關係 所以 因為我是中會 我的角色是 通常工作者 但是我也是中會幹事 所以我比較了解 我們中會的 因為我19960BA 就留在嘉義 我沒有離開嘉義中會 所以我比較清楚 教嘉義中會的風俗習慣 但是各位牧長們 我們有一些心靜童跟 他剛來我們的中會 他可能對風俗習慣不太清楚 拜託給他一些幫助 因為他也是我們的同工 給他一些幫助 讓他可以更快的進入我們的中會 了解我們的中會 方式 成為一個最好的幫助者 我們真的是角色不一樣 所以我們之前也有牧師跟我講說 你當時 他從工作很好耶 白天都沒有事 可以睡到自然醒 這樣講聽起來也是對 因為我的工作就是晚上 而且我在嘉義中會 我不需要做募款 禮拜天好像也可以不用講道 親愛的牧長們 這些話都對 但是不一定完全正確 因為我們也需要 做一些預備 我們去教會 我們去團體做主禮 沒有說他都不用預備 我相信我們牧長們在預備 查經 預備講道也是 所以有些 我們的一些會員們 也會跟我講 當牧師工作不錯 週休 週休六 我哪有不值 每天都要休息 那天 趕快不用講道 事實上沒有 我們都要預備 查經很多事情要做 只是這些都是屬於我們背後 沒有人看得到 所以期待我們可以多一些 體諒接納 到底牧長我們成為 有些牧長是成為我們 中衛團體的陪伴者 他默默的在旁邊 那我們也有教會 牧師們 牧長 開放他們的家庭 就有點像我們所講的 Homestay一樣 大專學生沒有地方吃飯 牧師我餓了好來 我們有教會是這樣 牧師我們需要做些事 我們想要看電影 可以 教會有投影機 你們帶電腦來一起分享 他是一個陪伴者 一個鼓勵者 讓這些學生 在他的四年生活裡面 大學生時代裡面 多一些成長 有時候我們要講 這是我們的對象不同 大專工作者 我們的對象很確定 就是學生 但是地方教會的牧師 你們從搖籃到長輩 每一個都要管 但是我們大學生 我們只有針對大學生 但事實上我也要承認 2011年的學生 跟2015年的學生不一樣 你最年輕的這一代 他們是用手機 用iPad 是用網絡一組 所以有一次我們在分享 我們講到說之前 用BPCore 有些 學生就會問 欸 羽木師 什麼是BPCore 回去Google一下 不要問你 這比較快 這個你們比較熟悉 我講還是講完 你們還是不懂 不是嗎 我相信我們牧長們 你們的教會也是一樣 年輕一代的 真的有一些想法 還是線上遊戲 可能對我們的牧長們 可能我們就不太懂 但是對學生很清楚啊 他們就是這樣 去過他們的生活 所以期待我們去想一想 那我年齡也很接近 就是大學 從大一到研究生 到博士班 他都在怎麼講 他就是個學生 所以我們也有很多同知性 但地方教會的牧師們 我想也會比較頭痛 因為年齡都不一樣 然後再來我講 我們嘉義大專的一些特色 我指的傳統就是這樣 我們在公開過 我們的公開會 是說我們贊面上來講 你翻教會籃表 你會發現嘉義大專 就只有一個人 就是我 公開啦 原則上 因為我們的編織就是這樣 因為我是中衛幹事 所以我是 中衛 中衛總幹事推薦 然後在中衛 中衛 監選 那所以我的人事費 跟 事工費 全部都是中衛負擔金 所以我也期待我們的牧長們 我們的中衛可能有好幾個工作者 他們都需要募款 可不可以 在中衛的時候 support一下我們的大專重心 讓他們減少一些募款 因為有時候在募款的壓力上 每個禮拜都要跟嘉惟有很多的聯繫 有些嘉惟很好 他會很清楚告訴我 可以募款沒問題 但是有些嘉惟就會講 這陣子不方便 但是到年底還是會講 這陣子不方便 已經經過一年了 還是不太方便 如果是這樣拜託可以跟我們講 什麼時候方便 還是說 教會就可以直接決定 一年撥個聖餐啊 聖餐奉獻一年有六次 拜託一次給我們 還是直接撥 撥款一年兩萬三萬 正可以成為大專事工 我想這些學生也是我們未來教會的同工 我們關心這些大學生 他們事實上未來也是回饋在我們的教會裡面 那我是中衛幹事 但是所以我經費的預算 是直接在中衛裡面決定 所以我比較輕鬆 不用做募款 那我派大專部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說 我們未來或許有機會會出現 嘉義中衛青年幹事 嘉義中衛收年幹事 我們的模式應該就是這樣的模式 還是嘉義中衛婦女幹事 教育幹事 因為我們是用這樣的模式成為一個大 在看這個大專事工 那這不是從我開始的 是當我們開始有學生工作 所謂之前是五專 所以我們叫做學生工作 學生部就是這樣處理的 所以就是一個大專幹事 就專職做這件事 那我們其他工作者就需要做每個禮拜要做募款 可能還要跟教會有很多的協商 討論邀請 我們的部員就是輔導 所以我們的大專部的部員原則上 流動性很低 除非他離開嘉義中衛 除非他離開這間教會 不然原則上他就是我們的一共輔導 所以通常我們的 輔導們 開會的人跟陪伴學生的人是同一個 所以當我們在開部會的時候 當我們在跟團企討論施工的時候 很容易 牧長們很清楚這些學生的需要 因為都是他在關心 所以我們出現很多不一樣的方式 所以有些可能會私底下跟團企講說 我們這陣子可以做些什麼 符合教會的特色 一些工作或者是一些活動 這知道我們可以去想 那所以我們通常的觀念是 大專院校就是他的牧區 以虎科大來講 虎科大在虎尾 所以虎尾教育的牧師就是負責關懷 虎科團契 一直是這樣的模式 那有些牧師 現在的模式像我們虎科團契是 我們的虎科的虎尾教育的牧師 他開始排home step 他把我們的新生找一個家 他會覺得 這個可能離家鄉比較遠 所以他們幫他們找一個家 他每個禮拜 就跟一個月至少有一次或兩次 可以跟這個家庭吃飯關係 讓這個家庭的這些 爸爸媽媽們 就像他這位我們新生的爸爸媽媽一樣 所以他們有很多的聊天很多的分享 這些是我們的牧師在做 虎尾教育的牧師在做 所以我們是用真的模式去做 那以祥和教育來講 他在太保有四間學校 所以祥和教育就要更多 他們就更多的接納包容 陪伴這些學校 所以我們嘉義中會是用真的模式 那期待我們牧長們 如果你的教會附近有一間學校 拜託跟我們大專工作者聯繫 成為這些學生的陪伴者 成為他的父母也好 但是你會講我比較年輕 OK成為他的哥哥姐姐也是可以 像阿公阿嬤照顧你的孫兒 拜託也是可以的 這是我們可以在做的方式 因為這樣子我們就很容易了解這些事工 然後了解大學生 因為都在他們的教會出入 每個禮拜都會看到 所以他了解這些學生的需要 甚至有時候還要邀請說 你們這些學生哪一方面比較強 可以成為主日學 我們辦活動的時候 某一個方面的幫助者 然後你們 或者是說你們 我們今年有一些考生 要準備考試但是會緊張 你們這些都大學生 跟這些要考試的學生講一下 你那時候是準備的 你那時候是怎麼團職願的 那這些預備的 這些要考試的這些學生們 他們知道 原來團聚這些大哥哥大姐姐 他們當時候那一段過程是什麼 讓他們不緊張 這是我們可以去做的事情 還是說緊急的救助者 我們家裡中會 我們大概只有三分之一是在地化 因為我們的學校比較少 所以大部分是外地來的學生 那如果歷史有狀況 打回家 找爸爸媽媽找家長 有時候很難 所以我們的教會的牧長們 也成為他們的緊急救助者 他們會先想到 你要找我 那可能是找教會的輔導 可能是找哪位長老 因為跟他們很熟悉 所以他們可以不用害怕 也可以誠實的講 他們遇到什麼樣的困擾 這些也是我們可以在做的 讓我們有一些期待跟印象 我們的大專的需要 牧長是一個支持者 因為如果只有大專工作者很認真 那事實上這個工作沒辦法長久 所以其實我們牧長們 在這個關係上是一起的 因為我們的中會就是這樣做 他成為我最大的幫助者 所以我也要這樣子 從2001年到現在 做得很快樂 因為中會的牧長們 是我最大的幫助者 但是我慢慢的可以知道 當我們要做什麼樣的事工 我們可以找哪個牧師 因為他這一方面很強 音樂事工 音樂很強 或是像我們今天 像我分享的性能歌 在做編教材這一方面很強 或許我們就可以多一些聯繫 當我們要做教育訓練 水靈教會的裝性能牧師 就是我最好的幫助者 因為他們這些都是我最好的幫助者 其他我們也可以成為這樣 成為一個了解者 了解大專事工 大專工作者是晚上工作 那之前我們有遇過 曾經有某一年 我住的地方是大學生中心 那之前的鄰居也曾經 就問過我們的工作者 那是之前說 你們這兩個這對夫婦很奇怪 女主人白天工作 男主人在家 晚上女主人回來和男主人出去 那你們是怎麼樣的家庭 因為工作環境不一樣 我們可以去想的是這個 我們怎麼去做 期待牧長們成為我們的了解者 然後幫我們去講 幫我們的 眾會跟我們的其他牧師講 我們工作者在做些什麼 成為一個認同接納者 讓我們有多一些空間 嘗試一些新的活動 因為只要跟 讓他們沒有生命危險 只要跟我們的信仰 符合 事實上都可以讓我們大學生 嘗試看看 也讓我們工作者 可以有機會去嘗試看看 因為這就是一個新的體驗 新的機會 那可能也是個解釋者 那其他也可以成為一個最好的傾聽者 事實上 我們在大專工作做的 跟地方教會的牧長們的方式不太一樣 我們也需要有人 可以從我們的幫助者 讓我們可以想一些新的想法 而且我們很多牧長之前也有做過大專 期待這些 之前有做過大專的這些牧長們 也可以成為我們聰會工作者的一個支持者 因為你們也知道 大專工作是什麼 所以期待你們可以成為一個傾聽者 一個最好的幫助者 成為我們的同工 或不是看法不一樣 教會牧長一定有牧長的看法 大專工作者的看法 因為我們的角色就不一樣 看法不一樣是應該的 但是可不可以多一些的 分享溝通 減少期見 而不是差異很大 那這樣子我們的大學生一定會不去 就像剛才一滴學長所講的 東農教會很特別 我們很多畢業的學長姐 回到自己的門位 為什麼不適應 因為他覺得在大專裡面 這些教會的牧師們 對他們有很多的解納 給他們很多的機會 但是回到門位之後 好像不一樣 因為如果我們都覺得 這群大學生不好教 跟教會的需要不一樣 那我想我們的結果就是這樣 他絕對不會回去自己的門位 因為他回母位 他不曉得他可以做些什麼 在大專的時候工作者 大專他們輔導 然後這些牧師們很了解他的想法 但是他回去就沒辦法 因為他沒辦法跟他們很會的牧師講 我現在的想法是什麼 期待我們關心大專事工以後 拜託不要讓這些學生都會不去 謝謝